欢迎收看老炮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 《日诗还魂》的电影 安娜弗里茨的尸体 故事要从女主安娜身上说起 这个安娜是西班牙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地位等同于张子怡反冰冰 一次聚会玩嗨了 不小心把自己给玩死了 尸体就被送到了医院的停尸间 等待解剖 当晚大傻和二傻两人一同来到了医院 找医院的夜班保安三傻玩耍 两人在等三傻的时候 对一旁的中国妹子发表了一番评论 看完别来气啊 反正这两人最后也没啥好下场 三人都是安娜的粉丝 为了近距离接触一下自己的偶像 他们偷偷地留紧了停尸间 在看到安娜近乎完美的身体后 三人完全不辜负自己用下半身思考的血统 讨论起了如何唱一句尸体 经验丰富的三傻 对两人大谈自己的停尸间烈焰时 把两人唬得一愣一愣的 在赫尔蒙的驱使下 大傻决定由自己来完成这个兼去的任务 替半个西班牙的男人实现他们的梦 但二傻却对这种行为表示了抗议 三傻听不住安娜的诱惑也拔出枪奔赴了战场 此时恐怖的一幕发生了 正当三傻爽飞天时 尸体忽然睁开了眼 原来由于两人的一阵摩擦 居然意外把安娜给去活了 这下事情就很微妙了 原本隐秘的图res现在直接给上升到了强肝了 不过由于昏死太久血液不流通 女主的身体无法移动 连话也说不了 简直是添译呀 大傻决定杀人灭口 却招到了二傻的强烈反对 推向间大傻也意外杀死了二傻 这下事情就更大条了 三傻不想再错下去了 但大傻却指引要杀死安娜 在大傻出门找工具 搬云二傻的尸体时 恢复语言能力的安娜 开始给三傻洗起了脑 大哥啊 你说我俩往日无怨 近日无仇的 人是大傻傻的 只要我不揭发你 你就不用蹲大狱 咱俩皆大欢喜多好啊 可三傻根本不吃她那一套 不仅把她捆了 连嘴都给封上了 没办法 求人不如求己 趁着三傻经理犯罪现场的间隙 安娜展开了自救 此时她的身体已经缓过来了一点 可以爬出病房了 看着她一步步艰难的爬行 真是让人心焦 然而就在她以为能逃出升天时 电梯的大门被大傻拦了下来 可怜的安娜再次被拖回了病房 大傻让三傻动手杀死安娜 这样他们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 就这样安娜又一次死了 然而当三傻将一切恢复原样后 安娜又一次书醒过来 敢问女侠你是属蟑螂的吧 良心发现的三傻配合安娜 骗过了大傻 可没从想 当两人打算离开医院时 大傻的卡居然忘在了停尸间 返回时 刚好看见了换完衣服的安娜 气急败坏的大傻 此时地掐住了三傻的脖子 但一个没注意 却被身后的安娜偷袭成功 为了自保 她顺带一剪子 把三傻也给杀了 果然女人是不好惹的 虽然看起来十分娇弱 可一旦发起飙来 下场真的是很恐怖的 以上就是这期老炮电影 带给您的内容 老炮电影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